女模外拍结果人身安全身陷危机 台北市有一名陈姓女模 日前跟摄影师相约到汽车旅馆去拍照 结果在这过程当中 女模就疑似喝下了被摄影师下药的饮料之后 她不省人事惨遭性侵 事后这名女子气得在脸书上po文 说要揪出色狼 没想到竟然意外发现 还有两名女子也受害 一张张清凉写真 又绿拍一姐称号的陈小姐 以身材火辣配合度高 在摄影师界名气响亮 没想到星期一在外拍的过程中 却疑似在大直的叙车旅馆 悲鸣杨姓摄影师性情 她坚持要我喝完才进去 我就喝了一杯半之后我就没意思 因为我MC来 然后上面摆我电卫生棉 然后她内裤就摆在我的包包里面 陈小姐只记得早上九点 她坐上杨姓男子的黑色轿车 喝了一杯味道苦苦的抹茶拿铁 接着在大直的motel内 又喝了几杯红酒就不省人事 隔天下午五点醒来 人却到了三重 而且下半身赤裸 到医院验血才发现 血液中含有安眠药的成分 陈小姐气得在脸书po文 要揪出色狼 而目前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 务必将这名摄影师逮捕归案